雜誌 用心看台灣 來 我請你來看我的寶貝 寶貝喔 那是什麼寶貝啊 喔 不過你要他稍後等一會喔 要等我的寶貝 按出來喔 寶貝就要再等按出來 嘿嘿 這個鸞大哥 他的表情淡薄 素人懷疑喔 按出來是油膏在變什麼 我就說給大家知道 到底這個布是什麼布 客人對這個工園院的果子梨咖啡 原來的果子梨咖啡 這個體外發酵接受就是很好 他睡果子梨 他的腸道的構造到一般是不一樣 他這樣吃到鬧貝 到為了過來就放出來 所以他是靠到這個腸道梅的發酵咖啡 他裡面就是找到乳酸菌 酵母菌 B醬跟F醬這四種 它咖啡粉的發酵是很香 所以說他用咖啡 這個昆症來 就比照印尼色香咖啡 那個腸道的原理 來發酵咖啡 所以我們這裡的科學家 他就幫忙研究這個 用活性炭過濾熱風 間接加熱 恆溫低風培 還用電腦選擇 目的就是要讓咖啡 利原酸跟葫蘆巴錢 盡量流很多 這樣 什麼 剛才喝的是 鮭雞肉和咖啡豆 吃下去了 然後再咚咚出來咖啡 喔喔喔喔喔 奇怪 這咚咚的這個 氣味還不錯 原來這個咖啡是 這咖啡咖啡 漸漸漸咖啡 漸漸咖啡 漸漸咖啡 如果說他的風味 就是 也符合到 環保和健康環境 最厲害的是 又有人選擇 農委會 九十八年度的 地風伴手禮 四香冒咖啡 它有果香 口味比較 酸 有點酸味 這個沒有 這個果子裡咖啡沒有 好喝 好像 有那個 黑糖的那個香味 黑糖的香味 叫一杯喝看看 掉了 喝著咖啡喝下來 會覺得 苦 甘 生 醇 香 有這五個的 功能 其實這味咖啡 是台灣本土的 黃金粿雞肉 利用它的排泄物 上面萃取的 腸道乳酸菌 之後再加上 用消風間接加熱 恆溫低風培來產生的 這種恆溫低風培 不是可以提升 製造過程的這個衛星 而且還可以保留到 色香咖啡的風味 早期以來 來韓國客來到這裡 都會指名 要點一杯子來喝 如果喝一杯子 就結束做出來咖啡 你不用煩惱說 他是不是 嗯嗯出來了 他在嘴唇的氣味 你喝下去 別人問你說 好喝嗎 你就給他 點頭 比一個大咖啡 我說 嗯嗯 這樣就對了 炎熱的夏天 除了待在冷氣房裡避暑 你還可以 邊喝咖啡 邊看果子裡 山豬圓果子裡有機咖啡農場 被涼爽的樹蔭包圍 完全自然的涼風 配上一杯香醇順口的果子裡咖啡 真的是一大享受 一旁的步道 利用大樹茂盛的枝葉 當作天然的屏障 既不破壞大自然 也不會打擾到 許多小動物的棲息地 老闆阮永光在整體的景觀上 將原本的荒味留住 並且融入了人文的生活 同時也增添咖啡的故事性 帶入1912年 日本人引進咖啡的內容 農場的轉變靠的是 老闆以及全家人的支持 更透過各地的大學生 景觀規劃 讓整個農場煥然一新 其實這裡以前是出路的最北江 北南族最北江 所以這裡叫做南甘那 是很多水的地方 以前是一個不離不離岸 下面是一個水潭 所以說怎麼樣讓這邊的文化 能夠傳承 文化能夠發揚 把文化帶動到 跟這個產業 地方產業結合這樣 生產果子提咖啡 這邊日本人一百年前就有生產 這個咖啡 1912年日本人引進 怎麼樣把這個故事呈現出來這樣 對 對 對